你自己去实际的做过一次 你才能够知道说这个的重要性 那现在我之所以维持这样 我是可以保证说 不论同学 各位同学你是用哪一个平台 你做出来的这个作业网页 都会是输出像这样格式的资讯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我的程式可以直接去判断说 你的这份作业产生的时间 是不是是在期限前还是期限后 OK 那这个了解 然后上一次还有一个同学 有一个错误 他是大概是想要尝试说 说那个载入那个套件 但是他把那个载入套件的函式 写到这边来了 Tediverse 好我们来看看这样子 Neat可不可以成功 好你们看到也可以成 也好像可以成功 对可以成功 但是你们看到这个头完全都 就是这个作业网页的开头 完全都是走样的 好那这个状况也同 也同也同也同同样 我也没有办法判定 你到底有没有是准时交作业 好聊这个了解 这个我有因为上次只有两三个同学 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有手动帮你们更改 好那你们收到作业回馈单之后 你们会你自己会会知道 是不是你发生这个作业 或者你如果看到我刚刚的这个 失误还原 你想到你的这个上一次的作业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赶快去检查看看 OK 这个我就不 我就算是提醒 因为不一定搞不好在这一次 就发生在 在那个某一位同学的身上 OK 这个也是为什么 那个今天用特别这样的设计的原因 我就是让各位知道说 在 一个合法的 或者是RStudio的那个NIT 它可以去进行这种编译的这个RMarkdown 它一定会有一个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1到6行 这一块区域呢 它有一个名字 我就直接直接在这边写个大大的字 让加深同学的印象 这一块区域叫做YAML 好 OK 就是 好 这个上面这一块叫做YAML 你们可以把它当成说是 这个RMarkdown的一些基本的设定档案 那一个基本上它一定有什么这个文件的title 文件的作者 跟这个文件的产生的时间 然后第五个output 目前还我们还只有去去用的是这个深层网页档 不过在RMarkdown它其实它有一个前身 它有一个前身在那个软体排版界已经很有名的叫做Latex 它是从那个Latex的这个排版系系统在改良过来的一个套件 好 那那么它这个套件最早是可以拿来生成就是P 现在我们大家都常用的PDF档 好 那当然可以生成PDF档可以生成网页档 那当然也少不了也可以生成网页档 好 那我们在我们这学期的课程还不会有机会让各位同学去生成PDF 或者是网页档 好 那那不过大家先知道就可以 即使你知道有这个公案就会知道说 我们其实可以用RMarkdown 或是Markdown做很多事情 但是同学如果你们 我甚至我上次的那个练习 你有故意出一个让同学去找怎么去在这个里面去引用那个文献的方法 那个其实就其中就是其中一种应用 如果你应用的好的话你很多大学报告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管理跟保存 好 那这个算是一个开始 好我们接着 接着就来在进入练习一之前呢 有一个东西要跟同学再check一下 就是你们还记得我们不是 没有我这个先关就是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第单元一的时候就是只有三个练习 好很简单的那个练习的时候有认识了我们这学期会演练的几份档案 有一个是那个正向心理学的研究 好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也在那次作业也特别就是要同学去建立起那个档案管理的一个习惯 好那主要的关键是在于说我这里现在要试要给各位看就以我现在的这个这个这个目前这是给跟各位同学手上一样的这个原始的这个这个repository 好我是放在这个是我这门课程的总目录放在他的这个放在他这个下一层 是assignments 然后再来很在他有一个repository 因为我这我要管理很多份作业 好那么所以说在这个主目录他跟那个这个作业目录他就是隔了三层 然后我在这其中一层里面有一个是专门放这个data 好那么现在我要请各位同同同同同同学建议我是我是要建议你们 这个之后的这些演练的data尽量跟你的作业的data是分开的 好这个在上次在那个在单元一位有提提过就是这个原因是 这些data是处理前的data那你经过了不管是rmarkdown或是里面的程式嘛 处理过之后他出来就是另外一个产物了 好那可重置有一个最有一个最重要要要那个要要保持的就是说原始data的完整性 好不就是不能说说你你你你如果说要要说你的这个作品是可重置的你就要确认说你的原始的data 是跟你的程式嘛是有一次有一个分开存放的管的一个路径 好那你才能够确保就是你做的东西呢是是任何人都可以去使用的 好那再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好这边这个你那个你们之前的档案有没有有没有就是找到就是在 这边这个第二周就是在第二第二周这里好好就在这里在这个电子书的这个getting to know data 这边有提有就是提到请你要下载这个data好就是这个 就是单元一的练习的请你下载下载的data那这个data就建议就是像我刚刚示范的那样放在跟你的assignment是不一样的资料夹下面好然后我们在确认那个data的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再进入属于是这个练习一的部分 不过我们跟电子书的这个练习会是不一样因为因为电子书他们是因为原来的Glasgow大学他们有自己他们比较有钱有办法买那种全云端那些校园云端版的这个ass video给他们的学生用 所以所以他们的这个演练上比较简单那我们的话我们就就只能够靠靠这种方式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练习一我们的我们的练习一就是从刚刚跟同学讲解这个assignment开始 然后大家可以现在呢可以在这个下面这个setup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是所有的合法的rmarkdown档都会有的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就是他开头的这个rchunk一定是一个setup 好那之前已经有在好像在对在上一周有提有提示过setup档就是主要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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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用用用用用用来把那个这个rmarkdown里面的所有的rcode 会用到的library跟资料先在这里先做汇入 好所以在现在在这个讲义中大家可以把这把这个区块的资料把它给复制下来 然后直接贴到这个注意哦一定要贴在这个chunk的这个区块之内哦 好很多同学那个上次很多同学都有表现出那个新手的这个各种行为 就是就是各种ng行为就是把这个码贴到这个这个chunk之外 好所谓的chunk之外呃你可以你要知道什么是什么地方是chunk 你可以用这个r车他这边对不起不是这个键 好不是那个他之后会有他其他的chunk会有一个提示 好他如果可以执行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按这边 好直接去看他有没有他如果有执行成功的话他会直接汇入进来 好那我是因为有已经有准备好了一个my data file 好就放在这里好你们可以注意你们再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data我这个data跟assignment好呃这两个刚刚好来看看我调整看看怎么样看 大家可以可以就是拍照比较清楚好在这好就是这就在这就在这就在这边 你们可以可以注意到因为这边刚好是这里r16这个路路路路径显示 跟windows的档案总管的显示可以做个比较 他们这个档案跟这个assignment的rmark档档放的位置有什么差异 好那你们可能要改的就是说你的你的这个data档案可能并不像我的我 我的data放了插了三层好那我这种方式主要是他可以确保说你不用去记忆 呃在你的这个档案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好那老实说我这个档 我这个写的还还没有到很完美的这个可重置的范围很可重置的范围 我如果真正要写的话应该是大家都不用去去去改这个什么路径的层次 甚至连这个档名都不用改 好那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汇入你已经你也可以去汇入跟我一样的资料 ok 好那么 这个是练习一 好大家可以就是在这边写这边你呃今天的这个练习的标题 好你要自己去你要自己去写哦 好你就打一个练习一 好就是打你的那个setup chunk是不是ok 好这是setup这样子chunk设定 设定ok ok好来那个 这个给同学一点时间你们确定一下 好这个这个是要确确确确确认你们的大家都是可以可以可以把把这个把你自己的要 呃要要来演练的data都可以都可以正确的在一开始就汇入进来 好如果有问题你们就把它给po在 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比较大就你们就就po在这个单元3这里 我看现在有没有问题已经好像已经有 嗯 ok 那我刚刚有同学很好 好这个可以直接给 给一个emoji 好等一下这个这个这个许同学你的截图是不是 是什么了 是太大了吗 还是你要再重新截图一次 因为这个30秒之间 你呃不好意思 许同学你可以直接讲 因为这个半小 是上一堂课 呃你可以直接开麦讲一下你这个是什么问题吗 啊那个其他同学你们执行练习 你如果有发现问题的话你们就直接截图 好然后直接贴到这个讨论区了 那么就是在这个练习 然后今天这个作业要标题要自己手动打 因为这个也是顺便带大家习惯一下 markdown 我说的是markdown语法的一些基本写作 这个加你们注意到如果是在这个chunk之外的 任何编辑都是遵守markdown的语法 那在chunk之内就是r的这个coding的世界 所以说一份rmarkdown的档案等于是把两个不同的写作世界给整合在一起 ok像这个就是两个紧字号 好然后那么这个就是标题 好那么我们可以nit 可以nit他看看是什么样子 今天你们可能会nit很多次 就是你可以每做一个练习 就nit一下 ok像这样子 好当然你你这边 然后同学你们这个练习你们后面就只要写肯定就写肯定就好 那么如果有发现问题的话 你们就建议就先发在那个单元3的讨论区 嗯 好这个刚刚下课呢已经回了就是第一次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是正常的 你第一次开你第一次编辑环境设定的就是就会是就会是空白一片 好这个练习一这个ok哈 好然后练习二原来的电子书的练习二是说关于那个那个工作目录的设定 不过这个我们可以跳过去因为因为因为我们我们跟这个原来电子书的差异是我们一开头就就开了那个armarkdown 但是那个原来电子书是到第三步才开始开 所以这个练习二我们就跳过 那大家可以要也可以借此啊多练习一下 好虽然说这个不是虽然说这个不是很重要 就是练习啊armarkdown 就是跳过 好我们直接看那个练习三 好便习三他这里是说创建一份新的armarkdown 这个我就会这里就是照着这个呃 这边原来电子书就3.0.4 他那个那个原来的老师他他是用一个GIF动画截图告诉你 如果你要开一个今天并不是说如果说你今天要自己开一个armarkdown的话 那要怎么样去做好那这个就是请同学呢 你就呃我先切到这个files里面来这样子看会比较连贯 就是你在可能有同学之前都自己有试过你要开一个新档 你们会注意到在在R里在R 里有很多可以选 那么我们今天只要先知道这个就就好 好那呃我的这里可能大家都是差不多 不过你们会看到这个一般的这个像我们这个作业档的文件 其实我的一开始的建立都是从这个document开始 不过我在想就借这个机会再给各位同学也顺便认识一下旁边 这下面这三个分类 这个presentation就是pdt简报 如果你对于说做那个powerpoint做的简报有一点厌烦的话 你可以改成用rstudio来做简报 那阿瑟的简报格式有很多种你们看到它有最原始 它可以做最原始应该说大家比较知道的powerpoint的模式 也可以做pdf 大家也可以知道这个pdf如果说你不讲究用什么动画效果的话 那pdf也可以拿来做简报 那当然也可以做这个用网页格式 其实你们可以看现在有很多什么公司或是单位 甚至是个人的什么品牌网站 它的那个网站设计其实就已经是跟那个简报差不多 那么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研究看看 然后这个是那个rstudio公司特别推出的一个叫做shiny的服务 好就是你可以直接用那个直接就把那个r的程式嘛 部署到这个shiny的server去 然后去看你的那个有些程式嘛怎么样去做运作 好那这个在很多互动式的这个网站上都会都会有看到这种shiny 好那么在最后这个font template这个是来自有其他的套件的话 大家的目前的这个font template这一类可能会比较少 但是可能并不像我这么多 因为我自己现在写论文也都是用里面的这个template去写的 所以才会有装这东西 然后甚至连大家就是这个网站 其实也是来自里面的这个叫做distill的这个template 所以说我一开始好像有介绍说有提到说 其实你用rstudio几乎是你的本来在其他的应用程式上要做的工作 现在几乎都可以整合到rstudio里面了 ok那这更比方说那这里也有一些有一些套件就是来自这个sign teach 原来这个glasgow的老师们所开发的一些套件 像这个就是拿来给拿来用来做批改各位的那个作业的 应该说是写各位的那个回馈单就是做那个全班跟个人回馈单 适用这样适用这个template做 所以其实虽然说我们唯一没有办法给各位看了只有各位的原始成绩 但是你的那个成绩然后怎么转换成全班的那个等级评分的这个程式嘛 或者是更原始的程式嘛其实在rstudio你好好的研究都可以找得到 ok那就是给各位就是顺便做一个介绍 那现在就是请各位你自己就是开一个你自己的这个rmarkdown document 那像是这个一开始我们只要开这个html的就够了 那像是说这个大家可以说这是那有一个建议啦 他现在目前还没有支援亚洲文字 我说亚洲文字包括中文日文韩文 那那个目前这个title跟author建议都是尽量输入英文 例如说这个是myfirstrmd document 然后这边就是你的名字 那建议当然也是写那个英文啦 我的缩写就是csc 那么你们自己可以定你自己的缩写 或者说你自己的英文名字 然后就按ok 好那这是一个起始的markdown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跟今天的这个文 这个文件 就是只有插这个第11行之后的东西 其实今天的这个assignment rmd 我做起来特别尽量 就是把这个伸出来之后 把这下面都砍掉 然后上面的文字再改一改就出来了 好这然后那么那么下面的都砍 那么下面的也可以保留 这下面的都是rcdl公司 他们这个套件的开发者 所留的一些现成的markdown的范例 你会看到还有它的一些rchunk的范例 好那那么呢你可以 那么大家只要在这个部分 你只要做到说 把这个建立出来后 你就存一个档 这样就是存在这个assignment里面 那么就是myfruster 例如是叫这个名字 那副档名就是取这个rmd ok 好那么再到这个assignment.rmd 这个练习三 那现在来教大家一个 另外一个很常用的markdown语法 就是叫就是超连接 刚刚我们不是已经建立了自己的 那个第一次的 好我刚有点有点快 这个这个中括号 加一个这个引号 加一个小括号 在这个小括号后面 只要是放跟这个 跟这个rmd 一样的这份文件 一样的位置 就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档案 想要置入到这个生成的网页档的话 那你就是只要在mark 在这里 你就只要 只要输入这个档名 那你们注意到 我这个档名呢 我我只有打个前面 第一个字母 他就可以按一下tab 就是上一次有学到的技巧 你就可以去选在 在这个目录 在这个路径底下 统一层的其他的档 其他的档案 那那么前面的中括号 是一些就是说明文字 这样这里就可以打中文了 好然后我们这里再做一次neat 那现在接着可能会越来越多 ok ok好你们又看到练习3这边 多了一个东西 这个超连结 好那他就是刚刚 自己我们 就是算是我自己另外在创的一个档案 好那这个算是今天的一个主要项目 好 那同样你可以把它关掉 那这个因为它是已经创建的档案 所以你其实可以就是说 用那个 就是你其他你自己系统常用的 这个外部浏览器去开启它来看 好一样 因为外部浏览器有个好处是 还可以倒回去 像这样子 好 好这个练习3 给大家一点时间 来练习3 来练习一下 然后顺便 顺便说一下你们有没有问题 练习3 练习3的问题吗 那这个许同学是说什么 你是说要我说什么 怎么建立 可以 哎呀没有可以倒带回去看 等一下 OK 好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许一杰同学 对啊已经 没有 这没有啥子 这个会这个今天这个是一步一步加上来的 你不是都 阿玛大党在这边 再看一下 从这里 这个New Files选择 这个阿玛大党 然后你自己输入 一开始的YAML区的Pytal跟Other 好就可以 按OK就可以产生 刚刚像这样的一个档案 好那个有的 你的 这个要等一下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要确定你一开始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setup 有要汇入一个data 好 OK Jacky 陈同学 如果你的东西等一下 中间休息的时候还在转的话 你再那个告诉我 好那其他同学那个确认一下 那个应该需要点时间给你们测试 所以我在等个一分钟我们再来看 好 好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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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有黄同学 你要确定你现在的 你看一下我的画面 就是你要确定 你现在在编辑的这个档案 就assignment.rmd 跟你想要放超 放超连结的另外一个档案 是在同一个资料夹 同一个路径 跑出什么没有打完 有同学是前面的setup 还有问题吗 OK 有的档 有的这个要看浏览器的设定 那个IE的话 它会是如果不是 并不是什么网络档案 它就会是预设就会是下载 你是说右边是哪个右边 右边是说environmental吗 陈奕轩同学 你的问题是说是environmental 视窗吗 OK 这个如果你这里面的data 什么东西都没有 是零 是正常的 就是说你的这个file 你的file是空的话 那什么东西都没有 是正常的 这样子 这个这个OK吗 同个资料夹 然后还是 OK 好 那这个黄运自动 你这等一下休息的时候 你再分享画面 给我 给我看好了 好 那么 好 那个比较特别的问题 我先记起来 那个 我们先来 先来那个看一看 应该可以进 可以进到今天 另外的比较 比较 比较重头戏的练习 就是练习室 练习室的内容呢 我有把它做些更改 因为原来的这个电子书 练习室只有要同学 就是 像这样 像现在这张图 就是把它YAMO之外的 所有的东西都把它砍掉 然后自己 自己 自己开一个R 开一个这个Chunk 但是 我这里 现在我们的这个练习室呢 就是说 说那个 都 在这里 我们先按照这个说明 来续续做 那这个说 这个方式是 要请同学 在练习室的标题之下 我先做练习室的这个示范 就是在练习室 我们就开一个练习室 在这个标题之下 要做两个Chunk 那这两个Chunk首先先写一个叫做 先写一个叫做ListFiles 然后在ListFiles这个下一行 下一行 我这边打错是ListFiles ListOfFiles 那这里 在这里你们先就是复制贴上或自己打一行之后 在这个下一行 要在这个R Markdown 插入一个新的Chunk 就是在这个上方有一个这个绿色的按钮 这个是它可以插入R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程式语言的Chunk 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提示你了 一个R Markdown 它可以整合许多种的程式语言 如果你会 你会不止一种程式语言 你用R Markdown 做出来的成果会更丰富 然后我很抱歉 我现在比较熟的还是只有R 如果有同学 我看到有同学好像还蛮连连Python都会 也搞不好以后可以请他来帮我们做些示范 那现在这个示范就是说先插入一个R Chunk 那么在这边 就是建好之后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新建的R Chunk 它就是中间会预留一行 让我们去放那个 就是我们要放的这个Data 这个Code 这个Chunk我们放在这个讲义中 这个区块的这一行 这个是把在这一个资料夹里面的档案给列印出来 那怎么看到列印出来就是把它给做一次 再来做一次Neat OK 那个Cloud那边说不会动 这个我也要下课再来看 下课休息再来看 目前的 目前的 OK 好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成功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行 刚刚刚在这里 这个List of Files 这个Chunk 下面这个Chunk 加了这个Dir 这个是一个 就是列印出现在这个工作目录下 的这个 这里面的档案 你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档案 跟这个Files看到的是一样的 好 那我其实借这个例子也让同学就是认识两件事 一个就是Dir 这个也是一个R 也是一个R的一个基本的内建函数 另外就是说 你如果今天开了一个像这样的RStudio的 或是 或是从Git上面Clone 下来 有这些基本档案的专案 那么 你在这 那么你现在所编辑的这个R Markdown 它所在的这个这个资料夹 或所在的目录就是所谓的工作目录 也就是在这个原来电子书 刚刚跳过去的这个练习2 这边讲的 这边 这个讲的主要就是说 是在普通的R脚本下面 要去注意的是 不过 如果说现在 是编辑的是R Markdown的档案 那么 就是 在这里 好 就是说 说 就是说 说现在 一个R Markdown 你现在所编辑的这个 这个所在的资料夹 或是目录 它就是所谓的工作目录 那在这里面的Data 你都 你都 都 都可以在这边去做设定 OK 好 那边先确诊一下 大家可不可以就是成功的跟我 做到跟我这样的成果 好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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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成果你就说 你就 你可以在这边就是在加一个 好 就是可以知道 让自己知道说你这样子做是OK的 然后 我们看一下 好 那个 这边 第二个chunk 我要稍微改一下 因为现在才发现 第二个chunk 应该是写在练习物 好 那个 我们 你们这边 因为也超到 到那个中间休息了 所以我们现在 先为 呃 练习物 做一个预备 好 练习物 大家在那个休 我们在 大家在那个休息之前 先来 先来 预备一下 练习物 好 这边就是要再建另外一个chunk 做等一下 呃 也 也算是跟上次的练习 一样的地方 就是关于你自己 个人的一些资讯 OK 好 那大家就是先做完 呃 准备到 像我现在画面上这样子 就是为练习物 开一个标题 跟一个chunk 跟一个 空白的chunk 好 那我们就 休息10分钟 好 到11点10分 好 那那个刚刚有问题的同学 那个 看你们谁 等一下 那个五媒同学的那个问题 这个可能就要请那个其他windows 可以请其他windows的高手 这个 我可以跟你说 在那个windows就是在控制台去改 预设浏览器 然后可能是有那个和风同学 OK 好 等一下 我你的问题 我在想 可能要你显示 分享画面才能知道 好 他就是停在那里是不是 停在setup 好等一下 你的这个 第一个那个买data file 是写在 是存在哪里 因为 对 因为你的cloud 只有一层路径 好 所以你的那个第一个 DIR 就是那个 等一下 你停一下 第12行 第12行的那个地方 你要更改一下 你现在的这个data 你自己是把这个data放在哪里 就是这个mydata 放在本机是没有用喔 你要放在cloud的端 因为你是用 你是用chromebook嘛 所以比较有这个限制 你在你的档 你的档案也要放在云端才可以 所以你有一个方式是 你可以把你的那个mydata file 上传到你的这个project去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部分给 把这个部分给删掉 会比较适合 对 它会一直跑是因为是找不到档案 才会一直跑 你可以按stop就可以停了这样 如果它一直跑都没有东西 你按stop就可以 对 然后 其实放一个就好了 你只要放一个就可以 对 放一个就可以了 你看那个cloud cloud有这个限制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作业的工作目录 只局限在你的这个专案的目录 好 那你的做法是你的这个 首先这个要把它 把这个里面的那些点点斜线都砍掉 好 然后那个patent 第13行 patent后面那个引号里面的改成 你刚刚上传的档名 好 再试试看 对啊可以了 ok 后面后面ok了 好 好 ok ok 还有同学需要看一下 帮忙看一下你的问题吗 没有问题 ok 你是用哪个平台先说一下 哪一个 是 哪一个作业系统 麦克还是windows ok ok 那 感谢观看